關於意外發生的經過 二嫂和我有嘗試與志穎對話 想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 但志穎目前的身體狀況 仍無法將發生的經過拼湊起來 林志穎抽獲記憶無法拼湊 臉部重建材內固定放太金屬 第一時間 二嫂接到熱心民眾打來的電話 也和先生聯繫上 但未能聯繫上志穎 我們帶著忐忑的心情 隨著二嫂來到醫院後 我們一家人與志穎的好朋友們 才確定了這個令人難過的事實 林志穎22號駕駛特斯拉 行進桃園市盧竹區中正橋 自撞分割道 陳若儀在24號發文報平安 Johnson輕微受傷 正在觀察及休養當中 至於林志穎右肩有多處骨折 臉骨也因瘴擊碎裂 醫療團隊可能交由延面骨折 重建權威 臨口長庚醫院院長陳建宗 親自替林志穎進行臉部重建手術 陳建宗接受三例新聞網採訪表示 該手術一般會等到生命跡象穩定 才會開始動刀 因此事故發生後72小時 是重要觀察期 針對志穎目前的狀況 它有逐漸的好轉 它目前的意識是清楚的 也能夠進行簡單的對話 接下來在長庚醫療團隊的 專業評估下 將會進行手術 後續治癮也會需要一些時間進行 修養和復原 陳建宗透露 目前顏面重建手術 大多都希望一次手術就能到位 治療則採捏固定 其材料大部分為鈦金屬 再是傷口的複雜性 考慮需不需要用到3D列印重建技術 簡單的單一部位骨折 僅需2到3小時就能完成 倘若有3到4個部位骨折 手術則有可能耗時10個鐘頭 關於意外發生的經過 二嫂和我有嘗試與治癮對話 想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 但治癮目前的身體狀況 仍無法將發生的經過拼湊起來 我想要等到治癮身體狀況更好些 才能與相關單位進行說明 也請社會大眾 不要再繼續討論或採測事發的經過 這些不實的言論只會造成 治癮的太太和孩子和家人們 更多的痛苦與傷害 對我們來說 治癮和健身能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你們的祝福和鼓勵我們收到了 這將會是治癮復原的最大動力 最後要再次感謝勇敢伸出 元首救援治癮的英雄們 感謝長根醫療團隊的專業處置 感謝救護車及時救援與消防局協助滅火 感謝治癮代言廠商們的體諒 感謝所有關心治癮傷勢的社會大眾 針對這次的意外事件 這會是最後一次 公開與大家說明治癮的狀況 小旋風的顏值會否因此受到影響 網友們一致認為 顏面骨折NBA很多潛力影響都不大 台灣的醫學技術世界頂尖 請相信林口長根的實力好嗎 也有人舉出39歲男星胡哥 2006年拍戲時發生嚴重的車禍 右眼及右臉縫了上百針 經歷十多次臉不修復手術 僅在眉眼間留下細微的痕跡 另外謝金燕17歲時 因為車禍導致脊椎胃移 骨噴碎裂 肥脊水 腦震盪 內出血 右臉及鼻樑重傷等 余生差點就得坐冷椅 幸好在努力復健之下 兩年後重新回歸演藝圈 看不出車禍後遺症 相信林志穎一定也能度過難關 祝福小旋風早日康復